- 離開了不動瀑布,準備要前往下一個景點。 行駛途中,探到右邊的山頂上是剛剛才前往的高屋神社,有著漂浮在空中的鳥居,果然是一處名不虛傳的地方。 繼續往前行駛,已經來到了三峰市的海邊了,剛剛還在空中鳥居山頂上欣賞著賴戶內海,然後又到了山里城市公園內觀賞著不動瀑布,一轉眼就來到了海邊, 有著豐富多樣化的地理,香川縣三峰市果然是好山好水,非常適合來旅遊探訪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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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着车顺着滨海的道路行驶着 探到了父母之兵的停车场 就表示今天第六个旅程景点到了 再继续往前开 过了便利商店后 直到路旁第二个父母之兵的停车场出现后 在依着指示牌导引进入来到了停车场 父母之兵周遭有许多停车场 停车场都非常的大 而且提供来访游客免费停车 为了这趟旅行 还特地买了一双洞洞鞋的拖鞋 因为这次旅行景点 除了来父母之兵的沙滩外 还有去了鸟曲沙丘 这两个旅游景点 因为了都要走入沙丘内 为了不让鞋子沾满了沙子 所以这次旅行特地准备了软胶鞋 无非就是想要进入沙地中 好好亲身来体验这两处的美景 父母之兵海岸是个全长一公里左右的兵海海岸 在这三峰市的海岸边 应透过一张张上传的美景照片 然后这个地方很快就透过IG爆红泉日本 而且还一路红到了海外 因此吸引着各地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访 也因此这个地方也成了爆红景点 有人的地方就有许多商机 停车场周遭有许多餐厅咖啡厅林立 玩累了 都可以在周边的餐厅中 找一间自己喜欢的餐厅 放慢自己的脚步 可以喝杯茶或点杯饮料 在餐厅内用餐休息片刻 轻轻松松想吃一下 顺便欣赏着父母之兵美丽的海景 朝着海岸边一路走去 眼前的就是现在三峰市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父母之兵 这父母之兵的海岸 被日本选定为日本西洋白选的地方 由于也可以拍摄出 如同南美玻璃维雅天空之镜 乌尤尼沿湖般的照片 因而成为话题的景点 每年吸引着无数游客来访 父母之兵又被称为赖户内的天空之镜 乌尤尼沿湖畔 沙滩上的海水在退潮后 沙滩上会形成多个戏湖 只要站在戏湖前 在另外一侧以低角度方式拍摄 随手用手机拍摄 都可以拍出很有特色的照片 眼前看到许多游客排队 原来在这里已经有专业的商家 提供拍照道具 以收费的方式帮来访的游客拍照 当然自己也可以选择其他位置的戏湖 帮同行朋友一张一张地拍下独有的个人照片来 在这里 还可以选择面对夕阳下山的方向 这样可以拍出金黄色的黄金倒影来 如果选择另外一侧 则可以拍出清澈的倒影来 喜欢拍出什么样的色调 来到这里都可以自己来选择 另外拍摄时真的要留意 千万不要踩进水池里而引起涟漪 不然大家都要一起等海面平静后 才能继续拍照 会相当地耗费时间 看到大家摆着大字形 或跳起来一起也的pose 或用雨伞当小道具 让拍出来的画面精彩丰富一点 这里真的是大家发挥创意无限的地方 在父母之冰拍满足 拍够了 才慢慢离开了海滩边 看着远方的要落下的夕阳 景色相当地美 果然获选为日本夕阳白选 尤其在日落前后的30分钟抵达这 在退潮时 沙滩上流下的水滩 变成为了一个个的戏湖 如果当天又是个风平浪静晴朗的好天气 就能呈现出完美的天空之镜 在平静的水面上映照出千变万幻的景象 在夕阳的余晖下 就能拍出许多相当梦幻的美景 很幸运的 今天在这拍到了许多美丽照片来 我们下期见 沙灘岸边有提供游客冲洗脚的地方,非常的方便,如果有来访的话,记得一定要带一双拖鞋或是软胶鞋,这样会让旅程玩得更加尽兴。 开着车准备要离开有着绝景的海边,父母之兵,这里除了能够拍摄到天空之近美丽景色外,在亲身来过之后,更觉得这里相当的有趣,而且比想象中更加好玩的一个地方。 一旁的游览车也载着一团团游客来到,这绝景的地方,除了自助旅行的自助游客会来外,也是旅行团游客也会到访的地方。 准备离开三丰市回到锦铃的观音寺市入住,因为当初在三丰市,寻找和是入住的选择并不多,即使明天还要再冲三丰市另一个绝景紫云出山,今天也是要先回到观音寺市,还好两地相聚不远。 由于明天是清晨要前往,所以入住前先到超市,才买了明天要吃的早餐跟零食,自助旅行就是这么自在,车上可以放着许多零食,想吃的时候就有了。 超市买完后,来到了今晚要入住的饭店旅龙屋赞齐观音寺店,这间旅龙屋在日本也是一间连锁廉价高CP值的饭店,当初在订房时,本来是选定入住另外一间旅馆。 但后来回到波平看到这间饭店的试出后,比原先要入住的饭店更好更完善,也非常适合我们入住一晚就走的价格,当下就该选择了这间饭店。 旅龙屋是一栋两层楼羊是建筑的旅馆,饭店感觉非常像是和家团体出游入住的最佳选择。 在大厅柜台办理完成入住手续后,来到了未在二楼入住的房间,旅馆因为没有设置电梯,上二楼就要自己抬着大行李箱上楼,这点会是比较辛苦的地方,也是提供要入住旅龙屋的旅人要留意的事项。 但这一个小缺点,随着进入房间后,立刻就被抛住脑后了,因为这。 这房间内的空间也太大了吧,除了一张床大到可以睡两人外,更何况还有两张床,在房间内完全是可以展开行李箱,房间内,浴室内也提供浴缸可以泡澡外,还提供了书桌,行李台,电视,小冰箱等,一英俱全,通通都有。 重点是这么大一间房,居然还是自己一个人独睡,这也真是太舒适了吧。 看来旅龙屋只有提供的一种房型,提供一到四人入住选择。 在饭店边间处也提供了洗衣及轰衣机制住付费服务,房间正前方就是停车场,如果要随时外出或回车上拿东西,都相当的方便。 确认好今晚的住宿及放置好了行李后,开着车来到两分钟外,饭店附近的身脏。 这是一间相当日式的餐厅,餐厅内提供着相当熟悉的餐点,点起餐来完全不是问题。 想要品尝吃的古富鸟,是香川名物,古富鸟最开始是由香川县玩规式的一家居酒屋以赫的创始人所制作的。 简单来说,就是用盐,胡椒和大蒜酱汁等调味的烧烤带骨的鸡腿,烤到外焦里嫩,鲜嫩多汁,是香川县的特色美食。 第一晚来到高松时,当时就想找机会要吃的名物《古富鸟》,可惜那时没有时间能够品尝到,毕竟日本的餐厅很早就休息结束营业。 如今绕回了一大圈回到了香川县,自然要找机会来吃一下这香川名物。 而这一顿晚餐,也是这次旅行能够享用到的晚餐了,明天的晚餐可就要在飞机上用餐了。 好好点满一桌美食,尽情享用着,珍惜着这次旅程的完美与顺利。 用完餐后,的准备回饭店了,明天一早还有重要的行程要走。